哈喽,大家早上好,我是Donishoy, 今天是2020年11月5日星期四 Tursday,明天就是马来西亚财政预算案, 大家应该是很紧张吧 希望政府可以拿一点,就是有一点办法啦, 可以就是解决这个就是病毒COVID-19的问题啦 我们期待明天的财政预算案 好,今天这个视频要讲一讲 犯太岁,最近啊,因为年关将至,然后呢有很多很多 一些风水师啊,看风水,看晕城,看八字,看紫威都是看命的 他们都有出书啦,然后有放在Facebook 下说 明年就是,好像是属羊属马属 叫什么啊 4个属相是冲泰税,翻泰税 什么解泰税 我是不懂啦 所以就有蛮多的 应该是有超过10个了 佛派有问我说 他们自己是翻泰税,然后应该怎么样 好像我这样,我明年也是翻泰税 我也是翻泰税的,但是 你问我 他还讲到我很差咯,我这个属性是很差 讲到又有烂桃花啦,又破财啦,又很够力就对了啦 然后,我们这样讲啦 那个好像说属马 如果你是属马,你明年从泰税 你要记得啊,全世界 阿拉伯人啊 非洲人啊,外国人啊 美国人啊,欧洲人啊,澳洲人啊 苏格兰人,爱斯基摩人啊 阿拉伯人啊 非洲人啊 OK 他讲属马 很不好从泰税 阿拉伯人啊 也不可能说全世界60亿人口 其中60亿人口的 阿拉伯人啊 全部属马的是不好 你明白吗 所以第一,你不要这样 Panic 这个是第一个最重要的 然后第二 这个东西啦,说从泰税啦 他是每一个人不一样的 我怎样讲呢 好像手指的指纹啊 对不对 每个人手指的指纹啊 全世界不可能找到一模一样的 同样的道理 DNA 全世界的人口DNA 都不一样的 除非他是爸爸 儿子 兄弟姐妹 这样就才会有其中一两个部分一样 明白吗 所以说 呃 他们 呃 这些风水大师傅啊 他们 出书他们讲说这个属性 今年冲泰税啊 他也要看说 你是 星期几出生啊 几点出生啊 你的金木水火土啦 然后最重要是你的因果报应 那如果说一个人他平常 他 有累计功德很多的 他有不思心善很多 说好话存好心做好事的 做很多很多这个东西的 其实 好像这些人呢 就算是说他冲什么他都不怕的 有些人好像他们 啊有些和尚他们出家的 哦他们也是数码的 你讲他冲泰税 他根本踩你都弄 他讲他什么冲泰税我不懂 我只知道我每天念经修行打坐 啊 你明白了没有所以 这这些朋友们 大家 不要担心 他讲这种什么属性 什么崇拜税很不好了 不代表所有的人 全世界的人是一样的 所以 你不必要担心 不要不要想太多 你看你想太多啦 变作啊 你没有事啊 你一直想着他们讲的东西啦 哦今天不好啊什么 你自己弄衰你自己啊 就是说好像 还没有打仗啊 就先输啊 就输到心里 输掉心里的 心里战去啊 明白吗 所以 不要去 挺太多 他们讲说哦你这个 这个啊什么属性不好 OK 如果说 你很怕 你很担心的话 很简单的 你去任何一间神庙 应该可以讲啊如果是冰城的任何一间的 你去到你可以跟他讲的啊 我冲泰水 我是冲泰水 啊我帮我解一下 可能你给他30块40块 他帮你写名字 哪一个东西然后 放在那个泰水的那个精神那边就解决了 然后如果说啊你附近有泰国庙的更加容易你去盖一个摆布 关一个做一个盖摆布仪式 可能冲个花凉 刚就OK了的已经解决了所以 不要 太过担心 要对如果你说 你那边什么都没有这样 你不用做不用做也没有问题 最重要是说你平时你平时啊听好 你不思行善你有做 功德多的你捐料什么的 啊 他也是能够顶得过的所以 Don't worry 啊 不要over panic不要太过 紧张啊 你 不不不不要不要怕 不要想太多 Kidmark Pidmark Poodmark My kid my pit My put my pit 不要想太多就没有谁了 明白吗 OK 所以我希望说大家对这个重胎税的东西 就是有一个了解咯 不要 就是 美金贡 先打上十台版 不要先 为赞 而 为赞而输啊 就是不要 好吧 好 所以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 拜拜